上集高文前来助阵 与崔斯坦一起对抗混沌七约兽 七约兽喷出大火 但对拥有太阳之力的高文无效 七约兽改用尾刺攻击 但被高文给接住 只靠蛮力 高文就能把七约兽给摔倒 但七约兽一个转身 用大剑进行反击 好在崔斯坦帮忙挡下了攻击 崔斯坦醒悟 自己不需要向父母 做自己就好了 七约兽跳起来 想攻击两人 眼下两人同心协力 与七约兽展开对决 高文丢出一颗太阳 直接了七约兽 高文询问崔斯坦能不能进入魔神化 崔斯坦表示风险太大 如果崔斯坦失控将会伤及同伴 所以魔神化 所以魔神化只能短暂使用 既然这样 高文打算打持久战 直到七约兽倒下 高文对七约兽挥出连续重拳 没想到高文被七约兽抓住 崔斯坦使出流星语解围 女神族之力照理说 对魔神族有效才对 但因为混沌之杖的影响 七约兽拥有女神族抗醒 眼看七约兽与崔斯坦的力量产生碰撞 高文想到好点子 高文要崔斯坦在流星语前 制造魔神族的力量 两者力量抵消的冲击 能够产生贯穿一切的破坏力 就这样 崔斯坦在七约兽面前 制造魔神族的黑血 流星语与黑血碰撞 造出强烈的破坏力 那股力量轻易破坏了七约兽的身体 魔神与女神之力的合体计 只有崔斯坦能够做到 七约兽受到重创 但两人也耗尽了魔力 然而七约兽还没打下 他盯上了永恒的大门 知道自己敌不过两人 打算做最后的挣扎 崔斯坦要高文 把他传送到七约兽前 崔斯坦还有最后的余力 挡下攻击 与父亲一样的魔力 崔斯坦使出了全反击 七约兽的攻击 被崔斯坦反弹了回去 全反击藏到了现在 崔斯坦也是挺厉害的 崔斯坦成功阻止大门被破坏 七约兽消失后 施瓦茨他们也恢复原状 施瓦茨不再瞧不起崔斯坦 崔斯坦也表示施瓦茨很强 高文坐在施瓦茨脸上 表示该赞美的是他才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